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國民黨也急的 國民黨的發言人跳出來罵你 在中國混不下去 然後抽紅錢現在又回來台灣 就在大噴你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噴得很不知所措 好害怕 我覺得最沒有資格的就是你國民黨 當時你是自己也在大陸混不下去 然後逃到台灣 剝削台灣人民 當時你反共就算了 你現在又跟我們說 我們現在要去跟他們好 然後現在騙台灣人民 然後到大陸去給中共騙 這個我真的是無法理解現在在做什麼 我就這麼講 他說你舔共所以要告你 電話裡面那個麥口886 韓國人還有那些人 你為什麼不告他們 我真的也很好奇 就是你們聲稱中華民國派 對不對 我就是中華民國派 你們告我幹嘛 對不對 聲稱中華民國派的人 然後是在做舔共的事情嗎 然後現在騙著中華民國派的票 那我真的是實在 無法理解你們的邏輯到底是怎麼樣 為什麼中華民國派是 台獨台派在抵 這個紀錄片一出來 應該是你們國務院要出來 讚加他 對吧 反共本來就是你們的主業 然後你現在嘲笑他混不下去 你明明就是你們自己 中國難民黨混不下去 逃來這邊 然後搶奪我們台灣人的土地 搶奪我們台灣人的資源 現在要舔共就算了 搞得現在就剩下台灣人民自己 自己要去反共 我也是被害者 因為我們是在統戰部那邊 然後包括我們今天有 我們的學校的那個學姐 有來私信我 然後他說哇現在開始思想都 都在教這些教育嗎 他們說他們在那個時候是沒有的 然後現在又越來越多 關於習近平思想的這些 他也蠻驚訝的 對啊 然後而且他之前還有跟我說什麼 他之前講到關於台獨的事情 然後台獨言論 他就說台灣 is a country 就是我這個學姐 他有發佈關於這個內容 結果被輔導長約談啊 然後還被這個學校的院長約談啊 就說什麼 如果他不下掉這個影片 然後他就會被開除學姐 這個學校竟然還說是民族自由 對啊 無法理解我 今天看到我很多學校的群 都把我給退群了 再來就是香港警察 剛好昨天也有看到很多人 在網路上瘋傳 這個是因為我們學校 他是一定要經過報備 然後有通過你才可以進來的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我是真的覺得 這個是香港警察 內地大學招募 壞線 我們學校就是專門培訓香港警察 所以反送中才打這麼狠嗎 是啊 我是真的覺得香港人真的很可憐 對啊 以後台灣要是被統一的話 是不是我們學校要再培訓一批台灣警察 然後來去維護台灣的秩序與安全 維護共產黨 你看現在有多少個嘴巴喊著中華民國派的人 然後再與中共他們所講的話跟口徑是一致的 而且你們的這些資料是哪裡來的 對啊 今天要攻擊我的 怎麼會是你們嘴巴上喊著中華民國派的人 對啊 對啊然後挺我的 竟然是台派 這邏輯真的很錯亂 這邏輯很錯亂 超級錯亂 我回來我原本 還想說應該要找就是反共的國民黨 國民黨 結果 還要你沒找國民黨 你會被賣掉啊 有啊剛開始有找一下 結果後面 他們沒有要調嗎 是這樣 他們就覺得 現在的立場好像要多交流啊 什麼之類的 而且其實我們紀錄片想說這集紀錄片先針對台灣嘛 那其實那天你有跟我分享過相當警察 只是我沒有點進去 除此之外印尼的華人 新加坡的華人 馬來西亞的華人 海外地區的華人 你只要讀過華僑道寫 或是廣州的濟南大學 這兩間都是統戰部直屬的學校 一個在廣州一個在福建 那福建還有兩個分校 一個是泉州一個是廈門 那這些所有有所謂的華人協同 只要成功畢業 然後回到自己的國家 譬如說你是新加坡人 你就回到新加坡 你是馬來西亞人 你就回到馬來西亞 你就去考公務員 或是從入這個選舉縣市議員 縣市長 或是進入國會 沒關係 不不不不及三五年 十年二十年也可以 對吧 因為他每一屆都有 只要成功進去 那你推的法案 你做的政策 一定都是清中國共產黨 然後損害自己國家的 包含損害馬來西亞的國格 損害馬來西亞人的人這個權益 損害美國人的權益 然後讓這個中共 滲透自己的母國更容易 就是這個學校就是在幹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 今天我們狼人殺就 殺誰呢 對然後 像這個這邊還有一個濟南大選的曝光 第二十屆中央第四輪巡視 巡視對象中央統戰部 信訪截止時間 2024年12月30號 這個任何學生都要掃這個二維碼進去 我們現在就錄屏來掃一下這個真不真實 進來 來我來操作一下 來受理範圍 這個是什麼呢 關於接受巡視組黨領導班子以及成員 來我同意 等一下我被人家IP定位 沒有啦這個不會 反應 哇操 反應類型 反應類型 我們隨便選一個 反應幹部領導的問題 欸我覺得 哇 它裡面你要寫 反應職務對象 直別級別 敘述對象 然後你還要填寫自己反應人的 這個名字 實名 匿名反應的話 還要輸入電話號碼 郵箱那怎麼樣 你還是得找到 這個我覺得有點像毛澤東以前那種 叫引蛇出動 大鳴大放嘛 我歡迎大家來給我的建議 我現在 我終於知道了 這一集我們要狼人殺誰呢 就是讀過統戰部的這些學校 看是不是有人 在台灣讀著 這個學校還當著高官的 那咱們就心照不宣了喔 也不一定要高官啦 先是議員也可以啦 對不對 或是公務員啦 公務員喔 公務員啦 對吧 對 這個大家確實是要來思考一下 有誰讀過華僑大學 那這個匿名舉報 會發生什麼事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個時候大鳴大放 毛澤東 給毛澤東建議的人 後來被怎麼樣 都怎麼樣了 大家心照不宣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的記得訂閱我們 喜歡的就幫我封鎖 那影片的最後還是要預告一下 聽說晚一點會在你的頻道上 一支 你跟這個你們家公廟虎爺 去拔龜馬 說你問他要不要舔共 結果沒有龜馬 然後再問他六次 問他幾次 總共六個聖杯 六個聖杯 六個聖杯 對對對 一刀未撿的 對啊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神明要他反共 要他台獨 要他反共中國大陸了 對 大家回去看那些影片 我是巴黎 下期見拜拜 拜拜